YoYo 這是你的導演 ADA9 環球世界 倒注飛 大家好 我是阿達 衣服二路 穿三角 我們現在來到了府城台南 要來吃吃 喝喝 啊 太開心了啦 我們今天除了要吃好吃的以外 也要大家呢 如何在台南給它整個喝起來 不過呢 喝之前 沒有辦法不吃東西 就直接去喝嘛 對不對 Everybody like 空腹 fighting 所以我們要先去吃點台南的早餐 空腹 就說這個早餐要吃肉燥飯對不對 太緊了啦 南部肉燥飯就是這樣子 我們沒有什麼滷肉飯 我們滷肉飯就要吃到整塊的肉 而且我剛剛看那個價錢真的是 這什麼價格 對啊 小的外帶 它外帶內容價錢不一樣 外帶三十 它雖然看起來顏色很深 但是它不會到過鹹 肥肉跟瘦肉都有 但是肥肉的比例要比較多一點 在台南跟它說有沒有糖 它說它不加糖 對 在台南不加糖 水仙宮仙草茶 在台南那反骨真的存在耶 真的是不甜的耶 但是它不苦 它降火氣耶 降火氣 我剛剛原本想要把大家揍一頓 沒有啊 有那麼活是不是 結果它會讓你很透 你會覺得這個液體很透 你會覺得 哪裡 它跟你的身體好像可以有一個 逆腎透的交換 喝出一個化學博士 對 化學博士 化學博士 希望除下型飲水機可以找我 馬上來到台南 但是就帶大家去跑吧的話 我相信對荷包是有一點傷 當然有沒有看到後面 如果我們直接來到一間非常漂亮 又經濟實惠 可以讓你感到一間 如果你買到好久不僅是用送禮都兩相宜的地方的話 讚 一新洋行 最新的第15間 就落在台南的安平區 非常的有質感 有沒有看到 木質調 還有這種 舊的銅感 還有一個窗口 該不會像有得來樹了吧 我們進去看一下裡面 走 哇 你看看這個質感的呈現 哇 不行 這個一定要找一個人好好的幫各位介紹一下 Davy哥 你好 你好 麥克風都已經不要了 相信在這邊已經等我許久 好漂亮喔 而且開在就是台南安平區 在台南的話 一新洋行是第幾間 第一間 手插旗了 現在這邊我們看到的是麥卡倫的這個部分 我們與麥卡倫合作的7間店 珍惜9款只有在台南的話 只有在我們這邊開得到 因為我看到一支高原騎士54年 售價146萬 不是還有聽說有一支是20幾萬可以買人重機的嗎 我跟你講大家都草率 其實這些酒對他們來說都是怎麼樣 便宜的 是嗎 是的 還有更貴的 還有更貴的這麼狠 所以還有其他的珍稀酒款在這邊 有 就在後面 麥卡倫紅色系列78年 是 這支定價300萬 老闆我想要 我也要 我想喝喝看 刷打機 它這支的稀有度是在哪裡 它是要在橡木桶裡面 儲存了78年 才可以拿出來裝品 尊重一下 尊重 尊重 所以在這邊你可以看到很多麥卡倫的稀有9款之外 當然一般我們平常在喝的其實在這邊我們都可以很輕易很方便 而且算是非常實惠的價錢就可以喝到的嘛 寄送服務啊那些也都很方便 都有都有 全台灣的 你放心你在家等就好 因為新開我們現在看到很漂亮 除了有麥卡倫這個專櫃區之外 我看到後面好像還有很多厲害的東西 紅酒室 紅酒室 對 一個有品味的這個代表就是要有紅酒室 這就是恆溫室 是的 這個濕度跟溫度都一定要好涼快好棒 各式各樣其實 香檳都有白酒都有 直接講最貴的是哪一個 那個伯蘭爵跟007 聯銘的香檳1.5 對 太空城 19萬5 19萬5 對 大家也不要太害怕就是說放在恆溫室裡面 就一定是要貴到爆炸 我們只是要保護這個酒而已 其實很多像香檳兩三千塊也不過分嘛 只要沒有這樣子拿出來都沒有那麼貴 對 貴都是因為有這樣子拿出來的 這種黑桃A的話 你自己買的話 我沒有看過黑桃A本人欸 欸真的嗎 一萬兩千八 這是會員價一萬兩千八 可是呢 你如果是這樣拿出來的 10萬 10萬 我嗎 那我有嗎 要不要賺這筆 所以大家可以就是各式各樣的 我覺得都可以在這邊可以看到 當然不只是麥卡倫 然後紅酒香檳 那其實像其他的品種也有很多嘛 冰酒這些也都有 對 你要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可以跟觀眾朋友介紹嗎 走 我們去吃冰淇淋 沒想到這個精心設計的沖台 竟然是賣冰淇淋 是的 而且我跟你講這邊真的很酷 有沒有看到 哪裡的消毒 酒精 手部消毒 是用威士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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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跟大家開玩笑 我們真的有賣威士忌的冰淇淋 焦糖威士忌原舞曲 這個是我們的焦糖威士忌原舞曲 剛剛是直接把羅鑽直接往上噴是不是 它本身冰淇淋裡面就羅鑽了 所以現場是讓它那個香氣 剛剛那樣一噴 那個風一吹 味道是 果然來到台南 不來一點糖是不行的 但是後面就會有淡淡的威士忌 就是它不會有蠟喉的地方 應該不太可能會做到蠟喉 不會不會 但這還是有%數吧 有 但一點點而已 對 我剛剛看會會嗎 應該不會 不會啦 會再噴一點 直接噴嘴巴 噴嘴巴裡 阿拉比卡 阿拉比卡 可可鞋肉區 喔 麥卡倫阿拉比卡 好 這次我也要來試試 OK 沒問題 哇 好香喔 這個就是可可底 這很搭耶 其實可可的前味蠻像 那個威士忌的前面的味道 是的 所以它後面之後再 岔開兩條路 對 然後有可可的味道 跟那個阿拉比卡 阿拉比卡的味道 這個蠻酷的耶 所以我跟你講 如果來台南新的這個地方 現在最新開幕了 如果有任何大家想要 一探究竟的話 歡迎來到這個地方 我要問一下David哥 因為我們現在在這邊 如果我們買一些酒 我可以回去 帶給朋友 但是台南在地 就有沒有推薦什麼酒吧 我們可以去闖一闖 真的有啊 一個轉身 直接來到赤坎樓旁邊 咕咕爸 咕咕爸這厲害喔 聽說裡面有一個 調酒 從40間酒吧當中脫穎而出 獲得這個台灣調酒年度勝是 裸賺雪莉的 Barswap的冠軍 冠軍啊 那我們一定要進去喝喝看好不好 好 走 在我身邊的就是調酒師小馬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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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你是這個 Barswap的調酒的這個冠軍 對 有一杯調酒 要豐收之宴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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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果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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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酸甜的口感 主要的酸甜是來自於 水果味本身帶酸 所以會有酸甜 顏色可能也有 然後再加上裸鑽雪莉它本身尾巴味道 就有一點像巧克力 很像巧克力然後本身是有果香味的 所以這樣搭起來的話 其實跟就是如果說你剛剛說有金針花 那些的話搭配起來的話 就的確會有就是那種 很多穀物很豐盛的感覺 我剛剛原本就跟 小馬哥在聊 想說我們要喝點醇飲 不然你這也高樓大夏欸 這也是大杯的欸還好啦 你要換大杯一點的嗎 不用 你還有更大的笑 有啊 看一下 我開玩笑 果然是從小被嚇大的 謝謝 謝謝 看來怎麼會這樣子呢 為什麼大白天的會讓人家喝這麼多杯下呢 我們現在來到星光山的旁邊這間看獎 這間呢就是一間很棒的餐酒館 那既然是餐酒館的話 我來搭配什麼樣的餐 好不好 有請 NONO NO哥你好 這杯叫做龐龐 龐龐喔 好可愛喔 聞起來香香的 這杯龐龐是我們從一開始跟麥可倫做合作之後 我們就做了一杯很有趣的調酒 是因為很多年輕的女性 不喝威士忌 所以我們把它做成不像威士忌的小酒 先不用威士忌杯 我們用紅酒杯 然後顏色也不像 降低了它的心房 是沒錯 哇這個高手 裡面有很多的香料去做 然後聞聲喝也會像紅酒 聞聲喝也會像紅酒 噢聞聲喝有那種葡萄的香氣 是的 你直接把它變成成一瓶 算沒酒 但我覺得好喝是因為我很喜歡茶酒 它有茶 蠻厲害的 我們有加了兩種不同的茶 然後還有加了香料 像是丁香 豆蔻還有一點花椒 然後我們加了葡萄跟一些莓果類的東西 所以其實這杯的酒感就不會很重 那其實加不少 真的假的 那是好東西 好這是我們先用有香料的水 先去燜煮 燜煮過後再去用煎的 所以它會外面是脆的 有一點點梅納反應 然後裡面吃下去是比較彈牙的 那旁邊搭配這個是romesco醬 用甜椒跟堅果 甜椒的味道蠻明顯的 但我原本以為它的鹹味會比較重 但其實還好 它是香氣重 是 吃得到的話是這個大章魚腳本身 它的那種海水的鹹味 它本身就有鹹度了 它算是蠻嫩的 這樣一分是多少錢 我們那一分是420塊 還OK好多吃耶 搭配酸豆魚吃章魚腳的肉質會更甜 你看其實這個白白很緊實 它這個吸盤比較多啊 因為它有煎過 所以那個吸盤會比較恰恰的 會有那個脆度 那當然其他你想要喝什麼的話 在這邊 我覺得好像大家都不會失望 蠻多很有趣的東西 我們盡量不要讓大家失望 謝謝 好 那我再好好享用一下 為什麼你們擺杖出來 那是我的腳架耶 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啊 怎麼樣 繼續啊 來啊 來啊那邊又喝下 裡面又喝下 這邊又喝下 現在的幾點 敢不敢繼續續攤 敢不敢續攤 我們就新企劃 我帶你們去喝一點好喝的 欸 敢不敢 好來走 來 續攤喝好喝的 不一定要喝酒吧 喝牛肉湯也可以吧 對吧 典型必比真也是推薦 台南三大牛肉湯之一的阿玉 其實它有兩間店 一間老店 一間新店 那我其實一直以來都是去老店 因為玉哥 我們之前外景的時候 就有結緣認識 然後大家要早點來 雖然這邊交通方便 停車場很多 但是不能定位 所以大家一定要現場排 你看那邊有很多人 但我這邊其實可以給大家 一個最新的資訊跟小秘密 結果你可以上KK Day上面 KK Day上面有買免排隊的票 那我們今天呢 就要帶大家去吃一下阿玉牛肉鍋 醒一下酒 然後再回台北 好不好 好嗎 好不好我們喝醉 不能喝醉吧 下牛肉湯 嚇一跳 溫體牛峰 欸剛剛你們就去搞了一點菜是不是 所以它這個火鍋料跟菜阿 是就是另外再去自己拿自己結的 重點是飲料阿 各位阿 你各位阿 看到這個仙女紅茶就一定要拿 就是好喝好飲 我覺得很爽 但更爽就是這個 吃到飽 因為它的那個紅蔥頭阿 是加的特別的多的 你看仔細看到上面都還有 所以那紅蔥頭的味道 還是特別明顯 這個是牛筋肉 這個很猛 這個菜單上面是限量 所以你如果晚一點來的話 就有可能會點不到 這個要煮比較久 我們就先下鍋好不好 幾品牛肉片 或者是雙人份的 就是350跟600啦 阿這個我們就是雙人份 有沒有看到溫體牛 溫體牛這種東西 再給大家介紹一下 每天限殺 沒有經過冷凍 所以它很貼 這樣看 這樣看 它是可以這樣子的 比利哥整個很厲害對不對 其實一頭牛它的部位很多 所以你會看到 你每次點這個牛肉盤阿 它的部位其實是不一樣的 它不是每一個牛不同的喔 是因為它的部位不同 然後除了這些以外 我們還有點一些小菜 首先要吃的 它說牛舌要趁熱吃 烤牛舌也是他們這邊的必點 也是限量好菜 這種跟一般日式燒烤的牛舌 薄切的話呢 比起來的話 會再厚一點 這個吃的話是有嚼勁的 這個我覺得很適合當快胃菜 然後又撒一點薄胡椒 然後還有點麻油牛骨髓 很完整耶 我覺得骨髓口感是一個很特別的東西耶 骨髓的口感很像牛奶麻糬阿 它沒有內臟味 所以我覺得大家不用看好不好 滾了 蒜熱的時間到了好不好 好 我會加一點蔥醬油 再加一點醬油膏 我覺得這個是溫體牛最棒的吃法 你咬下去之後還是就是像是你很用力的跳到一張非常柔軟的海獅騰的床上面 然後那個醬油膏的那一點點甜味 然後吃得到它牛肉的那個清香 還有蔬果熬的湯頭的味道 然後我現在來試試看這個正宗台南的吃法要來了 這個油花比較多的 我們現在用滾燙的湯 我們要直接把它沖爽 直接這樣把它涮爽 好久不見的湯喔 我喜歡阿玉的湯它是屬於那種蔬果湯 然後它有玉米的香氣 蔬果的香氣 但它的鹹味是很淡很淡的 所以你其實光喝湯的話你會感受不到它的那個鹹味 因為它就是純蔬果湯 然後再加大骨去熬 你怎麼吃它那個湯頭的那個清爽度都在 美麗的肉片 這個帶有油花 那個油花剛剛我們這樣算之後變成什麼 它變成Q的 所以你會吃起來會有一種果凍感 QQ的感覺 哇 哇 它那個油脂再這樣下去 越嚼越香 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有放了 牛筋肉 哇 感覺 感覺很不錯耶 這個要燉煮大概半個小時左右 你看它的筋跟肉都有 我自己覺得如果有牛筋肉的話就點牛筋肉 沒有的話再點牛軟 如果這個牛肉吃起來的話 那個筋的那個Q度啊 還有它的韌性啊 你會在嘴巴裡面越嚼越下 希望可以推薦給沒有吃過的朋友 好不好 來到台南 現在最重要的 去最新開的 一新洋行 先給他補一支冰淇淋 買個兩支麥卡路 對 然後一路吃 一路酒吧喝喝喝 看到在最後最後回去的時候 再來一下阿玉 沒有時間 或者是家庭好的朋友 KK Day直接買 他好像四人 幾天快 然後就不用排隊 但我覺得位置非常多啦 排一下一定也都排得到 早點來的話好不好 開課 Let's go 啪啪